我一个月内无照不得入宫 女儿被困在宫中一个月 她真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她竟然还和皇上玩头糊 我酸了 电视剧双视宠飞三正在热播 我们都知道 曲小谭穿越后面临的问题 不仅仅是墨连城失忆这么简单 而且两人艰难发展的感情还面临着女帝的插手 话说这位女帝跟曲小谭长得一模一样丝毫不带差的 而且很明显她也对墨连城有意思 是曲小谭最有威胁的情敌 然而小谭开始没意识到这一点 还顺利地把墨连城抢到了自己家当老公 可她没想到的是 女帝从来没放弃过想要得到墨连城的欲望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墨连城主动写修书要离开曲小谭身边 得知这一消息 女帝还拿给墨连城一本修书范本 惹得曲小谭生气异常 虽说随着剧情的发展 小谭与连城的感情在重新培养中越来越深 可就在此时 墨连城却被不甘寂寞的女帝召进了宫中 最糟糕的是 女帝还给曲小谭重新安排了一位夫君 想必是铁了心要将她与墨连城拆散了 爱 只希望曲小谭能早日击败情敌赢回老公才好啊 不工作小谭能早日击败尽 盖ajcie 2 5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